維佳 對 好的 大家好 其實你可以不用講那麼急都沒有逗點 因為我講一切大家就好 你跟我講一下嗎 我沒有時間給你 就很多等一下 你可以再講 因為我今天是 因為我們團隊大家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APP 然後要來分享跟大家講一下這個APP 結果 我們那個 我們的團 就是 他算什麼 Leader 他就晃點我這樣 所以變成就我一個人要來 就是 所以 其實也沒有什麼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APP 還沒有上市 為什麼還沒有上下呢 也是跟我們Leader有關係 因為我們要送 Apple送神 然後呢 他要附一個檔案是什麼 法律什麼條款 他全部寄出去了 法律條款沒寄出去 然後又重新再等兩個禮拜 所以 本來是今天可以 就是可以給大家看到這個APP 所以 我就 本來 所以現在只好先跟大家 然後再想一下 這樣這個APP長什麼樣子 他叫BuyTime 然後叫擺攤的一個APP 然後 右鍵 右鍵是不是 喔 我知道 喔對 這是我們原來定的daylight 然後 我原來會上架的日期 我打他打紅色 因為他 他 不可能 就是 又要相信這種 其實那種daylight電玩都是給人家破的 因為很傻眼 我們以為 完全是不會有這種意外的 全部都好了 就是會發生 所以他要到 重新等兩個禮拜 然後 然後我們要做這個APP 就是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APP有點創新 然後 也有點挑戰大家 對購物這件事情的想法 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過過可 所以大家聽聽看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 那就表示我們做一個垃圾出來 他是一個就是 有點像是 以手機為發信中心的一個交易平台 不是說你 你賣 就是你賣東西 不是拍完 譬如說我今天拍了一個音箱 我拍完 然後要上架 賣 他不是上傳到什麼Yahoo 上傳到什麼Ebay 他就上傳到 以手機為發信 然後你就看到這邊有什麼 0公尺 25公尺 你可以一直往下滑 你手機開著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你桌邊有誰在賣什麼東西 你就會看到 喔原來我25公尺之外 有一個人在賣這個CAMERA 然後 他有一個價錢都寫在這邊 因為這個版本還沒出現 然後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多少錢 然後有一個賣個奇怪的香蕉 然後多少錢 一直往下拉 就會離你越來越遠的人 在賣一個奇怪的東西 然後呢 他的功能在什麼 你可以按那個小圖 就是 就是按那個小圖 他就會變大 告訴你說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多少錢 然後距離多遠 然後有多少人喜歡 這樣 一個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用功能的 然後 對 然後你喜歡這個東西 你要買啊 你要買對不對 你只要 就是按那個人就好 就是剛剛上一頁那個人 就是那個人 他就會跳到一個畫面 跟LINE很像 你去跟他聊天 你跟他講說我要買買買買 他就跟你講 你買鞋子就會問鞋號啊 買什麼就會問什麼啊 就是 反正你們就自己聊 然後你們想要交易就可以交易 然後不想交易 就算 你當聊爽也可以 就是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打發你Facebook已經逛到 不知道要逛什麼的時候 你可以逛一下你周圍 有沒有誰在賣什麼東西 的一個APP 然後 我們想要這個APP的 不是想到的 是 我們本來在做一個 就是學期末的時候 大家都在做那個 大家都在台大 我們在台大玩那個什麼 全員淘寶中 就是 很多學校都在玩 我不知道大家其他學校 在玩 然後一直跑一直跑 跑了都用電話來電話 你現在來 太不經濟了 後來我們想說 用GPS用定位的方式 就知道大家都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 本來要寫這個APP 然後 寫寫寫寫寫 寫到一半 寫到一半的時候 寂寞 就是有人要畢業 東西一堆要賣 要送 要送回家什麼的 很多東西不要要丟掉 他說 不如我們寫這個APP 不把賣給學弟 賣給隔壁的 賣給什麼寢的 就是 反正不在自己身邊就好了 然後反正 所以我後來說 那全淘寶中沒辦法 可能好像 好像只能用幾次 以後退流行就沒用了 所以我們想說 不如就做一個這樣子 購物平台 所以這個idea就出來了 然後 我們只是想要解決那種 就是 很多人在路邊 就是擺攤啊 就是擺攤 然後就在賣一些奇怪的 小飾品啊 不是奇怪 就是精美的小飾品 等等的東西 然後我想說 然後那個還要躲警察 還要跑給他追 很累 然後你在買東西的時候 還要去 還要去到那邊才知道 你有時候搭個捷運 你也想知道 其實說不定 大家整個車廂裡面 誰在賣什麼東西 說不定就有人在賣啊 然後 就 就 就只這個app的功能而已 它很簡單 就只是 這個是殘車 就是所有的一直往下拉 你就會 按最上面回到最 跟facebook功能一模一樣 就回到最上面 然後你一直往下拉 就會有 附近誰在賣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是message 就是你 你已經 已經接洽聊天 聊很多次了 有時候你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有想過說 我們想要這個 譬如說這個手機套 但是他可能沒有戴在身上 譬如說你買音箱 他怎麼可能天天帶音箱 他可能就放著 然後天天跟著跑 所以你可能跟他 留資料之後 你們就自己去接洽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like 有時候你喜歡 但是 沒時間跟他聊 就先like下去 反正 有時候你真的會想買的時候 跟女生一樣 逛第二次經過的時候 就會想買這樣 這也是一個奇怪的心理 就是你知道 心理趨向 剛剛也有唸心理器的 我也是台大的心理 對 但是唸一唸跑去唸教育 也是蠻接近的 很多東西都是殘土同歸我覺得 對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那個app 然後 然後就是上架的方式 就是照相 然後你也可以上傳自己的照片 很簡單 然後你要修圖也都可以 然後就是定價錢 然後按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 你可以 喔對 還有他還有一個奇怪的功能就是 你不一定要跟著你 就是隨時開著GBS定位 就是你也不一定要跟著 就是隨時都開著 你可以定在家裡 然後就好 那你就是 有時候接下你的人 可是你家裡附近的人 然後就是不一定 就是你要隨時 讓別人知道你現在在哪裡 有時候你ID太明顯 然後就跟Facebook一樣的時候 就是很麻煩這樣 對 然後就只是一個app 然後對 然後我們今天 對 本來是我們今天來 現在變成我要改 我今天來的目的呢 變成是 就是這個app大概兩個禮拜 後會上架 然後 就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之後會 徵求大家要debug 看有沒有人 就是有興趣 大家可以幫忙debug 或是幫忙使用者用看 什麼東西很不順 用完的時候其實很煩 什麼東西見面跳不回去 什麼等等都可以 或者是任何的你有什麼 什麼建議 覺得這個app應該還有什麼什麼其他功能 也可以跟我們講 因為我們就只是三個都是男生 然後我們用的時候 而且我們做過市場調查 發現二手市場什麼等等 百分之九十都女生耶 所以這是一件很ridiculous的事情 三個男生要試圖想想看 女生會用什麼方式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會有盲點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知道 給我們一些建議也都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share information 大概兩個禮拜 就是我們現在甚至 就是連粉絲業都還沒經營 反正就先上去 因為我們有嘗試性的 真的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這東西到底 到底可不可行 所以就先做做看這樣子 就跟剛剛那個講一樣 就先做了嘛 名字就改下去就對了 我們也是 做下去就 先做下去就是了 然後就這樣 好 我講完了 有沒有 就跟你講說你應該跟我講一下的 剛剛都沒有逗點 我覺得應該要可以 讓你更衝容一點 我還有七分鐘 都 對不對 好 你要講一下TAID 喔 要分享一下TAID 就是 我去年上TAID的 講教育的那件事情 然後後來就會上了很多 就是什麼天下雜誌啊 什麼 親子天下啊 還有什麼其他的 我也忘記 還有東升新聞什麼的 就是 大家都在講教育這個議題 但是我覺得 我也覺得 就是 不急的要去 教育很重要 也很迫切要改 但是 就是你當老師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想這麼多奇怪 突發心想的事情 譬如說去玩什麼 學院淘寶什麼 然後可能 你早上 老師 早上就是差不多 我覺得我當實習老師 嘛 在當國小 帶小朋友 早上 早上八點要到 是 是 老鳥 我們永遠都是 七點要去站導入老師 其實要在外面 然後小朋友要過來 然後這種 所以你也不可能什麼 然後做完 全部小朋友打掃完放學 就是 五點 四點都 然後還有一些小朋友留下來 然後就要訂他功課 老師就會先走 然後就 喔好 要把他功課弄好 就五點 然後回到家你就累得跟狗 就想睡覺 而且還有很多很想做的事情 譬如說 剛剛也聽到很多 就是譬如說出書啦 我也很想要做 然後做APP 跟幾個好朋友創業啦 然後等等這些事情 我想說 不如先做完以後 再回去當老師 不辭 因為現在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講 就是說 就是 老師很短缺 不是 老師就是流浪教學很多 但是其實不是 是 大家都不想要去 偏向地區當老師 最近如果大家有在看那個Facebook的話 就會有一個 就是 國外的女生回來 然後去偏向教學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因為 老師也是人 很多人都是 所有人 一般人就想要進好公司 大公司 那老師也是一樣 他希望在台北市 所有的台北 台中 高雄 城市 都不缺老師 然後都很多老師在擠那個位置 但你有沒有想過 屏東的很多缺老師 蘭嶼上一次還甚至開出來說 你只要戴著挖鏡 就可以去當老師了 其實真的真的真的 你們收不到這種信 但是我們會收到 因為我們當老師的 我們就會收到 我們就是 然後就收到那個 請你只要戴著挖鏡 跟你的手錶 為什麼要戴手錶 因為要記得準時回來上課 然後 然後 蘭嶼然後勸 勸短期待課老師 然後還有 譬如說什麼 一直崩著南投啦 或是 其實外島或是偏向都有加急 只是大家都不願意去而已 然後我也是 剛下山 因為我之前去宜蘭 然後去帶小朋友 其實還蠻開心的 整班 就只有我跟三個 我跟五個 然後剪掉兩個 有時候會去上特教系的課 就是特教班 就只有我 就是我跟三個 所以 所以我們上下課時間比例是 上課十分鐘 下課五十分鐘 因為沒有人管 聽高皇帝語 然後校長也不一定會在 就是我 然後只要上 對 我們班就覺得我要在二年級的啊 因為真的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二年級要上那麼多課 在坐在教室 就是上數學 然後上就是 三題數學嘛 所以一瓶加油三十五塊兩瓶多少錢 他會 會 好我們走 就三個人 就三個人 然後一瓶加油三十五塊 我們要交一個小時 莫名其妙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就在外面上課這樣 所以 其實 其實有時候 就是覺得好像去TED講完 然後要 就會很多光環 大家就很好奇說 你接下來要做什麼啦 然後跟教育有什麼相關 其實 沒有什麼太大的不一樣 其實我還是 我還是一個人 然後我還是 有很多事情想做 然後 教育真的也是非常重要 跟現在的國軍也是一樣 就是很多東西 就是組織裡面 就是這麼一回事 就說 食水酒了以後 就會有一群很奇怪的貪腐的人在裡面 國軍裡面也是這樣 教育界也是這樣 一直要有心血進來 但是 那種東西就是 大家都是一做 做十幾年 或是二十幾年 三十幾年之後 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大概就是這樣 可以就問的啦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就是TED是講過這樣 為什麼你會想要從心裡變教育 是選我比較喜歡就是教育發展 就是帶小朋友那塊的心理學 然後就跟老師很多案子 就是一些案子 然後就會發現說 習慣我們的期刊 論文有關教育或研究 就是如何教小朋友才學得更會 如何講 如何分享 如何學 我覺得小國會更好 這個東西的研究 都很超前很超前 但是所有的學校老師都不會跟老師 他會跟老師說 他不會這麼用 因為他說 哪有時間管那個 聯絡部都改不完了 哪有時間去看Peper 然後小朋友作業這麼多 每天過來 就是那個時候我不知道 那時候我就覺得 蛤 那我們研究這麼多 現在實務上所有的老師 就是重新再突發煉綱一次 感覺好像每個世代 好像都重新發明一次的文字一樣 就是人類的文明很難再潛進 然後就是這個政策又很怪 是讓比較聰明的那些人 跑去念台大 然後比較 考比較差一點的人 去當個去念教育大學 然後教育大學出來 再去教我們的人才 未來的學生 然後試圖把它教會成 未來我們學校的 我們國家的棟樑 就是一件 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的時候 我就跟幾個同學 然後跟教授講說 我們想要去做 有關教育的事情 然後想要改變這件事情 就是把這些認知或是 其實現在的研究 都是已經趨向 不是教 是把它變成玩 就是我們東西 都是把它變遊戲化 然後東西 小朋友在玩的過程中就會學會 然後玩完的時候 就是他也會 他也會自己去練習 不需要一直再出功課 所以這是我們 就是教育上面的趨向 然後把它變電遊戲也好 網路也好 大家都喜歡滑手機 或許未來可能是APP也好 我不知道 這是一個學校 但是很可惜 在現場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說老師 你看到囉 現在還是一樣 我不知道你們脫離國小多久 所以教國語課 來 手手機老師 一二三 不要懷疑 現在也是這樣教 就是沒有必要 可能還有一些奇怪的APP 什麼 可能會有一個模式 然後你畫完它 畫個大 然後這個就過了 小朋友自己練習 為什麼要過這一關 然後去玩 比如說電腦滑鼠滑滑滑也是可以 但是 老師在教的時候 他不見得會去知道 這個最新的地方幹嘛 他只知道 他早上七點八點要到學校 然後五點要下班 然後也要過正常的人生 所以有點可惜 所以我一直在想 有沒有辦法縮短這個GAP 所以我那時候才會 去TED上 就是講教育這件事情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希望可以 喚起更多人 關於教育這件事情的重視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在TED之前 我的演講之前 有很多人在討論未來 因為TED都在討論未來 我們的科技要怎麼樣 我們的資訊要怎麼樣 我們的網路世界長怎麼樣 我們的設計 我們的建築 應該長怎麼樣 但是我很殘忍的 會覺得說 你如果都沒有這些人才 你剛剛說的那些未來其實都不存在 就是他們都忘了 都是看很遠 都沒有回過了來扎根這些小 這些小朋友 有時候 甚至國小 我覺得更可惜 好 謝謝大家 好 如果大家都上的話 大家可以幫我嘗嘗一下 或者是你覺得可以用看 好用就跟好朋友講 或者是你也覺得這個很有趣 可以follow一下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